他就是男星戴项羽 死后的几年 戴项羽始终在新加坡发展 陆续出演了励志剧乒乓园中的男主角贺家军 悬疑剧《微笑正义》中的男主角方正明等作品 因为长相帅气 演技也不俗 戴项羽斩获了新加坡红星大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年度最佳新人奖 因为长相聚秀贵气 他回国后的首部作品 便是运动励志偶像剧《花样跳水少年》中的痴情贵公子高公平 之后 他也长演富家公子 闪亮明天茶园副总成风 在刘苏尔环的少女青年商会会长任浩明 均是商界翘楚 如今 戴项羽虽然不算大红 但戏约不断 主演的他们的名字 男养女儿情都已提升日程 优秀如他 可能永远无法跻身顶流之列 但这样一部一个脚印 做一个帅气的中间实力派 也未曾不是一件姓氏 既然可以在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中看尽风花雪月 也能在一个个小角色中演绎人间百态 刘苏尔环的室 据